吴年朗 美女士长大家好 欢迎收看3月28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今天开始带来看到位在吉安乡的慈恩哲思之秋 2021年8月曾经邀请阿美族树皮布工艺师徐湘兰 合作开设有构占树皮布亲子的延熙营 带来了传统原住民族工艺精神以及文化抵御 经过多年的淬炼 孕育成果27号 在哲思之秋举办玩艺术开幕的茶会 包含了县长徐真卫 以及其他的议员也都到场 期盼透过县府新创基地 帮助更多青年创业团队完成梦想 2021年8月 位在吉安乡的慈恩哲思之秋 曾邀请阿美族树皮布工艺师徐湘兰 合作开设有构占树皮布亲子延熙营 透过六大工序 将树皮纤维制成融入现代创意思维 壁体保暖的材料与古老手工记忆品 在女儿徐婉玉携手协助 透过原住民主委员会 111年度金石创业百万投资金 以及花林县博新创基地的咨询辅导 27日在哲思之秋举办玩艺术开幕茶会 发表成果 恭喜我们香蓝老师 恭喜婉玉 更恭喜来到清发中心 我们一起共同成长人 谢谢大家 未来我相信 无论是我们的这个 十二艺术村 或者是我们即将有两个创业基地 在今年年应该是10月左右 也会都修缮完成 会再开放两个青年创业的创业基地 那另外在我们的光复以及玉璃 也即将会有一个住村的地方 来让我们青年朋友 可以一起共同讨论人生的方向 以及花莲未来的发展方向 我母亲她其实做树皮艺术 已经非常长的时间了 然后我一直在想 我从她的背影看到她非常的辛苦 我一直在想这样子的部落文化 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可以让大家更重视 更喜欢更尊重 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亲身参与 所以我回到花莲 然后跟母亲一起创办这个体验村 希望能让更多的人 透过亲身体验 去了解这个文化 然后进而能够学习到 这个文化背后的价值 然后我回来这件事情 非常感谢原住民委员会 非常感谢花莲县政府的新创基地 还有生产力中心 就是很多很多的恩师 美国在台协会 对 然后引领我走上正确的道路 虽然我们现在 还在努力进步中 但是我们一定会加油 我很想要翻转这个 对于部落文化跟部落艺术的价值感 所以我就在想说 用什么样的方式是最直接 可以改变大家的观念 就是参与 所以我希望把树皮文化这件事情 变成体验 能够让更多的人参与这个文化 然后理解这个文化 进而就会尊重这个文化 对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的场域 比较偏向是树皮体验 对 透过六大功法 从最前面我们连采集都是自己采集的 对 因为你去到杂草重生的地方 你才能够看见原来 台湾原生总构树 它可以变出那么多那么多生活的美好 可是我们却已经忘记这件事情 玩艺术有限公司 由母女党徐香兰徐婉玉携手成立 从事树皮艺术家15年的徐香兰 在女儿徐婉玉的翻转协助下 运用树皮展现原名文化工艺 进而实践文化传承及环境永续的理想 现场也规划树皮编角料 共创艺术DIY活动 透过实作让民众深入了解品牌理念 未来期盼和更多类型艺术家结合 累积更多创业能量 让更多人共同实践未来目标 接着讲帮演简单相报导